对于现在市场上的房子好卖吗 一点都不好卖 如果房子内部装修好 结构好 地理位置好 什么都好 我觉得还可以 要不然 但凡有点毛病 都让人挑出来 就会在市场上很长时间 没人出价 不过有人出价 也会给一个挺低的价格 不够低 人就不买了 那你对Seller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首先啊 是评估一下自己的心理价位 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一个低价的话 那你就继续卖 如果你觉得不ready去接受一个低价 我建议啊 就不卖了 就把房子转租 租房市场现在还是挺好的 很容易租 而且租金挺高的 你就算把房子卖了 换成钱 你钱拿在手里 现在这么高 这么厉害的通胀 过两年啊 钱就不值钱了 你拿一个房子 房子是抗通胀的 不管现在怎么调整 今后啊 一定是往上涨的 所以在高通胀的情况下啊 拿资产拿房子 是比拿现金要好的 把房子租个一年 看看明年的市场 然后再决定 那现在没有人买房子了吗 市场上还是有人买 其实还是在成交 只不过呢 成交量 交易量啊 比以前少很多 现在的需求是有的 都在那儿 只不过需求停滞 就是大家想要买房子 但是不确定 未来的市场怎么走 感觉现在加息缩表 又有股市的影响 又有财源的消息 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 房价只要调整一下 往下走一走 就有人进场会买房子了 现在的情况呀 很多时候买卖双方 并不能达成共识 买方觉得市场要跌 把今后跌的价格给卖方 卖方嘛 不觉得自己迫不得已 马上就要卖方 所以呢很多的房子我们看到 是拿下市场不卖了 取消了 当然买卖双方呢 也有不少是谈好价格成交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上市的那套 在Mount Mill的Town House 一层的后面有院子 很像一个Single Family 我们把里边都装修好了 离谷歌公司十分钟之内的车程 什么地方都挺好的 所以我们拿到了一个列价 两个星期内就成交了 买房子的人还要再等一等吗 如果觉得现在市场不确定心里忐忑的话 那你就等等看吧 但是我觉得下半年应该密切关注到市场 很多买房子的人已经离开市场了 我觉得要回来参与到市场里面 不一定要买 但是要积极的参与 如果你看到好的价格 好的房子 各方面都好 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现在的一些因素 这个利息会往上涨 但是利息在每次上涨的情况下 它都有一些回调 所以也可以抓住时机锁定一个比较好的利率 或者做一些重新贷款 另外加息这件事情一定会持续的 直到加到把通胀控制住为止 但是在8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 当时的利息是17% 并没有太多的影响房地产市场 但是初期的加息会给大家心里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 加息缩表普遍来讲会降低资产的价格 但另一方面通胀又会推高资产的价格 所以此消彼长这方面的因素还是有待观察 那你对下半年还有明年的趋势是怎么看的 下半年我觉得跟现在应该差不了太多 因为供给是不足的 但是需求又停滞 不是很多的人经常买房子 所以现在处在一个买卖胶着的一个状态 有些房子急瘦的情况下 还是会把价格拉低 但不会有太多的降幅 对于明年的市场呢 我们还要进一步收集数据 仔细的分析冷静的去观察 下一集啊 我会把我用到数据的指标 还有从哪个网站收集数据全部告诉您